你敢相信小米苏七自动驳车功能竟然失控了 一起试图 再次验证了小米苏七的安全 看看台湾省潮散经济多差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今晚的游客肯定非常闷逼啊 在华美 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议论 店都没开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还记得前几个月中国小米推出了 最新最便宜高仿保时捷的小米苏七吗 那这款车在11月14号到15号这两天出了大包 翻车了 这两天很多钢签新车的民众啊 使用了自动停车或是倒车功能的时候 不是撞墙 就是去撞旁边的车 那根据车走自行串联统计号 有七十多起这样的事情 而小米官方在这个礼拜前两三天 才公开承认且报导这件事情 那这大概也是中共国的常规操作啦 只要你可以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面子 任何的人事实地物啊 只要是小规模的事情 基本上全压下来 如果你都还可以看到七十多起这种事件 算是大规模啦 代表他们压不住 所以有条件的承认七十多起 并且公开的得以在中国各社交平台报导 那这跟各地中国发生大型张仙忠事情 其实也差不多啦 小规模的就选择不报导了 只停留在外网的讨论 那太大型的压不住的 像是这个前几天啊 中国又一堆GTA智能板 还有这个珠海那种连撞百人的地面歼35出动 压不住 所以啊 只能从数据去美化 把S的人数精准地控制在35人以下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米翻车的画面吧 你敢相信 小米苏七自动泊车功能竟然失控了 有媒体报道 有多位小米苏七标准版的车主反馈 在自动泊车过程中 车辆就像没张眼睛一样 看到柱子没有任何提示 直接就撞了上去 导致很多车主的尾灯保险杠等受损 之后小米的做法倒是让人有点意外 小米客服直接就确认是系统bug引起的 承诺负责免费维修并给予积分补偿 据说之前小米推送的新版本中 自动泊车升级可能存在失效吧 极有可能就是这回事故的源头 但小米不推诿 勇于担责的态度值得肯定 在车圈中也较为难得 然而这次也给小米敲响了警钟 自动泊车失效绝飞而戏 短时间内多起案例 也凸显其新功能安全验证环节存在漏洞 要知道泊车场景相对风险较低 要是在高速上关键功能也这样失效 那可就不是修修车能解决的事了 汽车安全无小事 小米苏7电池电芯倒置技术是行业首串 在极端的情况下 能使产生的高温高压气体及有毒烟气 快速向下释放 通过底部排气通道排出车外 在小米苏7的碰撞事故当中 这个技术有效的防止了火焰蔓延制乘客舱 为小米苏7的这个技术点赞 那看完这些啊 可能就是这些所谓的更新功能发生的故障 那也就代表说 应该还有不少的旧车啊 没有进行这次的更新 所以也没有发生这次意外 即便是这次更新的这个失控的版本啊 但他们可能本人也是习惯这个手动停车 或是倒退的那些群人 才没有出这种意外 如果把这两个条件都算进去的话 理应发生更多事故才对 然后小米的做法是大部分的人啊 赔偿这个小米积分 1500积分换150块人民币 这些钱你只能再去购买小米的产品 太棒了 完美的闭所循环 小米子公司啊 更在今年5月份啊 透过三名台湾人去 非法挖脚晶片研究人员 遭到我们新竹地院判刑 4到6个月不等 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 非法为业务活动罪 而网路上还是不少 这帮小米洗礼的影片 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啊 坏了 近期多辆小米苏七在自动泊车时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 举步完全统计 已经涉及70多名车主 而针对此事 小米客服也大方承认 确实是自驾的系统出现了异常 汽车出现问题并不可怕 怕的是车其不作为 这要换作某巴赫 至少也要扯披两个月才能换来两张保养卷吧 从抖音搜索自动泊车可以看到 智能驾驶现阶段依旧是辅助驾驶 千万要注意安全 一起试过再次验证了小米苏七的安全性 雨夜高速 一辆小米苏七因路面湿滑和一辆宝马发生碰撞 而后方的车辆刹车不及时追悲苏七 最后被一辆大火车再次撞击 在经过多次连续碰撞以后 小米苏七的车身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形变 车子右前轮也在多次撞击中自动脱落 在受到多次撞击后 当然啦小米这波操作 如果我们横向来看中国其他行业的做法 像是华为之类的 那他还算是有点良心了 全赔还给积分 许多人在留言区嘲讽 换成其他家的话 可能就变成你个人问题 某华直接说 最后的零点几秒 你推出了智能驾驶 问界表示 撞车前已经推出自动停车功能 这些人虽然平时在外网上天天帮党洗地 自己关起门自家人来讨论的时候 就懂得嘲讽这种遥遥领先的华为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很多时候华为官方都是怪 是你自己使用错误啊 有一条影片更扯的是什么呢 工作人员拿放大镜 在找这个华为手机上的刮伤 然后说你萤幕坏掉 就是因为你自摔手机 不然你这个背壳后面怎么有刮伤呢 肯定就是你摔到刮伤 然后萤幕也破掉 我不赔你 所以萤幕也换不了 不给赔偿 那有些案例是华为不但不赔偿你之外 反而告你抹黑要赔偿他名誉 黑的变白白的变黑啊 所以之前有中国网友呛道 你在海内外怎么样抱怨苹果 多么的不好 质量多么的差 拿去维修啊 基本没事 但是你在境内抱怨华为都不好 轻则三铁丰厚 重则喝茶警告 所以为什么小米在这波 可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啊 就是因为华为太烂了 比烂的来说的话 我小米算好一点 但是你拿去跟正常民主国家比 当然啦 我说的这个也是代理商是民主国家了 小米的操作实属是正常 本来就应该这样积极的赔偿啊 还让你小米压了一个多礼拜的新闻在报道 对吧 赔偿后又歌功颂得 哇 小米真的太赞了 比某位好多啦 这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在官方还没有正式通报这件事情 然后并且上各大媒体热搜之前啊 还没有跟车主讨论好之前啊 你的讨论都是会被删帖封号的 当然有一些撞车的中国车主认为啊 小米苏切啊 是一体化的结构车身 因此部分零件只能维修不能更换 所以他们对于小米这次的操作啊 也是有一点不满意啦 而最近还有一个大消息啊 在中国潮汕这个地方啊 于11月22号到23号啊 绝大部分的商店都集体联合的关门了 无论是早上11点到下午1点 或是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原本应该是车水马龙 热闹的大街啊 尤其是晚餐时段 现在全部停业 搞得很像空城一样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系列的影片吧 现在是晚上7点半 今晚的游客肯定非常闷闭啊 整条街九层的店铺都关门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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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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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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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是狗啊 大家不再做你来 大大大小小小 每个所有的行业 全部都没经过 不至少我们就能去一边呢 当然啦,小粉可能又要说这是台湾省人在演戏了 明显听到一些好像台语的口音 我跟你说啊,我自己台湾人我也听不太懂 我只能隐约听出一点好像是台语,但其实不是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潮汕这个地方啊 很多的商店都关门 原来是中央的大领导要来地方视察了 所以啊,地方有关部门啊,全部动起来 要去检查开阀所有不合安全规范啊 生产规范啊,卫生规范的店家 包含工厂、商店、什么鞋店啊、餐厅啊、小吃啊 通通都要排查 当然我知道开店要符合正常的这个安全或是卫生水准 这非常的合理 任何正常国家都是要这样的,包含我们台湾 但是中共国的法律就非常的奇葩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是领导的看法 商铺应该遵循相关法律精神,避免使用明火 你已经没有法律规定 你又说要依据消防法跟这个法律精神 避免使用 那就是没有法律依据 那就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你又以这个要去开罚他们 所以这些人啊,知道中共通常是怎么操作 干脆那几天啊,就关门不做生意 这个就是中共的其他操作 所以领导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 我可以用任何的手段来看法你 所以啊,这些店就干脆停业几天 我停业几天啊,可能每天就损失个几百来块钱 那我开业被你叼 然后呢,要缴给你几千块的保护费 我不给你交的话 你就要以这个来开我几万块 那讲难听一点 就是你要塞钱给检查的单位 还有地方的领导 像是一些不是餐梯性质的店啊 为什么他还要停业 他没有用火的要求,对不对 也是因为这些业主他也搞不明白 他也搞不清楚 检查人员的标准跟看法究竟是什么 即便拿出相关的法规啊 他说你不合格就不合格 这个法规的规定 只是参考最终解释权在我身上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共的常规操作 而且你申诉无门 但台湾即便你被这种恶意针对 检查人员也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你其实有管道可以去申诉了 即便被挡下来 最后一步你还可以找反对党的立委或是议员 来帮你申诉开记者会闹大一点 吵到这些新闻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件事情 但是在中国 你找谁帮你开记者会 哪个人大会向民主国家的议员或是立委帮你 有这件事情吗 你连人大平时为选民服务的办公室 小粉红都找不到了 你跟我说为什么选民服务 你们连选民都不是了 是吧 看到现在中共在玩两面手法 第一面手法是派出这些网军啊 还有小粉红啊 收钱的粉红 去辟谣说 这些肯定都是境外势力台独分子 别有用心的拍摄影片 明明可能是早上五点六点 半夜十一二点的影片 所以店家关门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里面好多人都秀出那个时间线了 有没有 孤空 嗯 奇怪啊 这里家家关门庇护 是不是 哎 师傅 前面有个高门楼 教会了 整过了 屁股 看看台湾省潮散经济多差 台湾省政府都独裁压榨百姓 来来鬼了 哎呦我的天啊 哎呦 三人都搞得不吵 你吵 你吵 哎呦妈呦 这这这 哎 哈哈哈哈 然后起来感觉很贵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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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哎呦 嘿嘿嘿嘿嘿嘿嘿 明明就是正常的营业时间 但是就有些小粉红跟铁公材 要不然会信 我也是搞不明白 还有第二面手法是 中共现在派人通知说 嘿 如果 如果你没有正当理由跟客观原因 绝对 不能不开店 不做生意 不接受我的检查 否则 后果会更加严重 直接罚你五万块 我开不开店 还要有正当理由 什么叫做正当理由 今天你只要接受 头发骨折都可以是正当理由 今天你要不能接受 老婆挂了 孩子失踪了 都不是正当理由 是吧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连这种领导的看法 都算是法的话 那中国经济会越来越差 我们拿大的说 先前 中国各地不是说要倒查税收三十年吗 事实上很多都是当时的胡温时代领导 允许的 默许的 而且真的要依据中共这种人质的看法来落实 那中国的企业利润基本会非常非常非常少 甚至赔钱 我假设一个小粉红月入一万块人民币好 那你扣掉五险一金 养老金八% 医疗保险两% 失业保险0.2% 住房公积金12% 等于政府要扣掉你两千两百块人民币 所以你十拿会剩下七千六到七千八之间 而且超过五千块的话 你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百一十三点四块人民币每个月 实际到员工手上了剩七千六左右 当然每个城市的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我算一个平均值嘛 当然小粉如果要催自己没有扣那么多 自己名义上月入一万十拿九千 那就是你逃税啊 你的企业逃税啊 那企业明面上说给员工一万块人民币 实际上企业付了多少 实际上企业付了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多块人民币 你看企业要负担20%的员工养老 10%的员工医疗 1.5%的员工失业 0.5%的工伤 还有0.8%的生育 以及12%的住房公积金 也就是说中共政府从企业手上拿了四千四百八十块人民币 从员工手上再拿了两千三百块左右的钱 加在一起 中共实际上拿了七千六百多块 企业支出将近一万五 中共抽走了六千七 员工到手七千多 你拿的快跟员工一样的钱啦 你也没有非常的搞笑 你说这个换算是多少台币 将近三万块 我拿一样的薪水在台湾 我其中一个员工薪水刚好就是四万五啊 月休十天每天上班四到六个小时不等 扣掉劳健保 他实际到手了四万三千块左右吧 我实际要支付他的钱是五万二左右 也就是说台湾政府从我跟员工手上拿了九千多块台币 换算就是两千块人民币左右 同样月入四万五千块的人 在中国被政府拿走三万多 在台湾被政府拿走九千多 那你说中共抽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费用 他的福利回馈有多少 连台湾他都比不过了 你怎么跟欧美比 中国这样的各种这个砸税 各种的税 各种的费用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到像欧美那样的福利条件了呢 但事实上并没有 你缴欧美的税 你享受的是非洲的福利品质 你钱去哪里了 所以为什么中共国的企业小粉老是说压榨压榨 确实这也是事实之一 但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企业也是被中共政府压榨的 而我刚刚说的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说太多会说不完 所以企业怎么办他要赚钱 只好再从你们身上压榨劳动力 而你们要求企业要解决问题 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本质所在 而是要解决中共的问题 你中共收了这么多的费用跟一些税 那你就要给企业 你就要给员工更好的福利 你就要给国民更好的福利 不然你就不要抽这么多税 让企业的压力小一点 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又通缩 又这个倒死逆施 跟外国的关系又非常的不好 你又继续高压倒查税收严打 天天搞形式主义搞虚的经济 我们举个例 像东北的经济确实越来越差了 尤其是这一两年 东北反而在中国的南方成为更差的代名词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北人都到南方去工作 像是我一些杭州浙江 还有广东的朋友都跟我说 确实近这一两年来 越来越多的东北人进来了 也把不好的这个习惯跟数字带过来了 并不是说在地域黑啊 这是我听我南方的朋友说的 当然现在也传出 这种模式即将在中国南方各地搞起来 因为中国北方已经被习近平搞得人羊马翻 自古以来是怎么样呢 北方多战乱 南方经济好 但是中国现在是没有内战也没有战争的 而北方的经济为什么还越来越差 被习近平吸干了 北方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那现在要来南方吸血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后续的影片 在华美 人心惶惶大家都在议论 店都没开了 好多店没开了 听说刚才在华美查了 说很多被警告了 哎哟我的妈呀 我溜一搭一千 华美浓浓轻轻的溜搭一千回家了 怪不得刚才那么多人在这里 刚才好多人都说被查了 比过年还安静 某地需要检查 结果所有的企业都关门停业了 结果现在当地要求所有的企业没有震荡理由和客观原因 绝对不能故意关停拒绝检查 否则 后续将更加严厉的开展检查 还要追究有关企业的相关责任 不是 这个企业我不干了就不行了吗 还得必须干 这生意我不做了 我就问你你后续还怎么检查呀 你总不能拿刀架脖子上逼着去营业去做生意吧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下期见了 拜